我們現在請下位講者,黃俊傑先生上來 那 俊傑先生他是2000年就開始用Python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資深的Python愛好者 那 連我都自探不如 那他關於 他這次要我們帶來的是 Discrete Event Simulation Using SimPy 那 其實我看到這集的高科技的字眼 我頭都有點醃了這樣 就是模擬可以處理各種物理情境的問題 那會教我們怎麼用SIMPy寫 處理離散事件模擬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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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 我今天我是黃俊傑 我的ID是 是Object Oriented的那個想法 他就是把你要模擬的那個物件 就是物件啦 這個通常最後會比較容易maintain 然後接下來我會用幾個 新牌是屬於這個 Process Oriented 所以接下來我的例子就是用 就是郵局然後一個辦事員的模擬系統 顧客是任意時間來 然後如果前面已經有客人的話 他就要等 這個辦事員就是有 他花在一個客人上的時間也是隨機的 對 我們接下來先講 Activity Oriented 會怎麼做 大家看到系統時間 我把它先設定在2.0開始 然後第一個客人來的時間點是2.6 然後我會Check 就是在這個2.0的時候 我會Check 我這個時間沒有 沒有任何的客人 然後也沒有任何event 所以我不做事 接下來我系統時間是0.1 0.1往前進 大家就看到2.1的時候我還是沒事 2.2的時候還是沒事 2.3的時候還是沒事 然後一直到2.6 那我知道有第一個客人來了 所以就開始處理他 然後這是第一個客人 然後第一個客人來之後 我們就會去算說我需要服務他多久 因為這也是亂數 在這個時間才產生的 然後在4.0的時候結束 然後下一個客人什麼時候回來 3.5 所以這時候最近的一個event 是3.5 然後再下一個是4.0 那可是問題是 對Activity Oriented來說 我還是要一直一個一個increment 到那個時間點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程式都花在這種 就是Check這種event上面 然後第二個客人來後就開始處理 好 對 就 大家就發現 Activity Oriented事實上是 Time Consuming 然後就有event Oriented 這就是說系統時間 會直接下到最近的那個event 所以我們系統開始 Simulation開始 然後跟剛剛一樣 就是First Arrival是在2.6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直接到這個arrival 因為沒有其他的event 所以2.6就會直接去處理他 然後一樣要算就是 我service這個客人多久 然後下一個客人什麼時候來 所以在 在系統裡面就會有一個event queue 就會有3.5 這個時間是下一個arrival 4.0就是第一個arrival結束的時間點 對 然後就開始處理 就直接跳到下一個3.5這個 第二個arrival這樣 然後去處理他 然後他處理完之後就要準備 所以跳到4.0這一個 然後就結束了 對 所以event Oriented比 activity Oriented 還要更快 對 再來就是因為 因為event Oriented要同時處理 就是event你不太能夠分是哪一個的event 所以我們 再來就是會有提供 process Oriented 那我只寫了arrival跟clerc 就是arrival是a 然後clerc是s 但event manager我就沒有 就是處理event的那是package 我就不寫進去了 因為這其實是我們要通常用別的simulation package 會用的就只有這兩個 對 然後看一下sudo call arrival會做什麼 就是算下一個arrival time 然後算完之後 因為他就可能是未來的 然後就sleep until next arrival 然後到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就add customer into queue 這樣子 然後clerc會做什麼事 就是他會先sleep 直到被任何一個customer叫醒 對 然後所以customer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serve他 然後直到沒有任何的customer 對 好 所以 所以第一個就是 我會算下一個arrival會在哪裡 在2.6 對 然後到2.6的時候 那個arrival這個process 就會把這個customer加入queue裡面 然後會算下一個時間點在什麼時候 然後在這個時候 因為 因為 這是clerc已經有 就已經有一個客人在那邊等了 所以 那個clerc開始服務他 然後就會算說我這個要 我這個客人要服務多久 他會到4.0的時候才做完 所以 OK 然後就 系統時間就會繼續往前 然後到第二個 second arrival 他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add customer 然後算下一個 對 對 然後 這時候有前一個客人還沒有結束 後一個客人已經在了 所以 這是first arrival的結束的時間點 那我就會他 就是辦事員就會叫下一個 下一個客人 然後就服務他 然後就這樣 所以 process oriented 對 我 summarize一下 所以 activity oriented 就是我會花很多時間 在 無疑的事情上面 然後 event oriented 就他會 他讓simulation時間變快了 可是他不是那麼好 maintain 所以就最後有一個process oriented 是我們現在找simulation package 比較容易有的 對 那你要寫descript event simulation 你有 那是三種programming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選擇自己寫 那當然 通常選c或c++會比較好 因為他比較快 那 可是他同時 他要花時間 同時寫simulation engine 跟演算法的code 那這件事其實是不好debug 因為通常我們會寫simulation 是為了要驗證 驗證什麼 驗證這個演算法code 那可是你的simulation engine 又需要被驗證 所以這兩個 可能會交互產生一些bug 那其實不是很好debug 那而且他也不是很 很有說服力 因為就是這樣有bug 而且那個bug不好找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 別人提供的simulation library 或是我們稱為simulation language 最早也是有simular 然後c++或java的話 有c++sim跟javasim 或者是maylab裡面的sim events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sim牌 那這裡面是simular跟sim events 都是要錢的 然後c++sim是 我記得是不用錢的 但是他用c++寫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ns3 就是做網路模擬的 就是如果是單純為了做 network simulation的話 也可以用ns3 那可是他概念上也是一樣 對 那ok 現在就提到sim牌 sim牌是用python來做modeling 他也是用python來做engine 那python是一個scripted language 像maylab一樣蠻好寫的 但是比maylab還要快 那python當然是free 而且最重要一點就是python是很容易寫 而且很漂亮的嘛 我常說他是 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這樣 所以sim牌是process oriented discreet event simulation的language 他比較容易寫model 他會提供已經proven的event manager的implementation 所以我們只要專注在演算法的code就好了 對 那sim牌是用coroutine來去suspend 或resume你的process 他這個的好處是 他會guarantee你的order of execution 就是不管怎麼樣 不管每一次跑你的計算的流程 就是計算的流程是一樣的 因為coroutine是你控制的 是programmer 控制的 可是他缺點就是沒有辦法平行化 就是同一個simulation是沒有辦法平行化的 好 在講sim牌的code sim牌的example之前我們有幾個 幾個terminology要講 一個是class class有主要是用到兩個 一個是process 他就是說我們去模擬 會跟時間有 會隨著時間有變化的那個物件 那就譬如說一個辦事員 他會serve不同的customer 他在時間上有變化 好 這個會被在reference6裡面 他稱為thread 然後還有一個resource resource就是我們必須要去排隊的那些 比如說洗衣機 洗衣機有人在洗你就要等了 對 他就是稱為resource 好 那有幾個function要 需要先講的 一個thread 他被create之後 需要先被activate才可以開始跑 對 然後simulate是說我整個simulation開始 對 然後youthhold是說我把一個thread 暫停多久 所以這是有時間的 這是有時間的 然後passive是沒有時間的 就是我就暫停了 然後那passive之後 就必須要有另外一個thread 去用reactivate 把它叫起來 那reactivate 一個thread被passive之後 你可以用cancel 去把他所有的event 把它cancel掉 因為他可能譬如說機器壞了 那你後面等了洗衣機的人 全部都是 譬如說洗衣機壞了 後面等這台洗衣機的人 全部都要重新再排一次 對 對資源resource來說 就是有yourequest跟yourelease 就是要求跟釋放 好 我們就開始講example 我的simulation scenario就是 在一個銀行或者是郵局裡面 只有一個辦事員 那customer來的時間是random的 那這邊指名是plusone process 就是他的 每一個人的時間間隔 是遵照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然後service time也是一樣 那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queuing theory 它是叫做MM1 的queuing 所以那這裡面有兩個process 一個是arrival也是cleric 然後queue的話我們是用自己 由自己來去manage 因為這樣子要extend到M個會比較容易 因為這樣子要extend到M個會比較容易 好 那大家再看一次arrival的slow call arrival就是說我算下一個arrival time 然後sleep until next arrival 然後最後時間到的時候 我們就把customer加到就是讓他去排隊 這樣子 好 這是call 後面可以看得清楚 那ok 這是一個arrival class 然後繼承那個process 那initialize and call 就要call那個process 那通常我們會加一個name 因為這樣子在debug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它是 呃 它是某一個名稱 會比較容易分辨 那最主要的是 它這個run 這個infinite loop 就是剛剛那個sultocode的 這個要做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算下一個arrival在什麼時候 嘿 這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然後接下來就是等這麼多時間 所以call yield for self 就是我自己去等inter arrival time 這麼多時間 然後接下來就會一直到那個系統時間 才會執行到第12行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customer 然後這個customer就會加到clerc裡面的queue 然後number of customers就加1 然後如果 如果clerc不是 就是他不是在idol狀態的話 那我就會把clerc reactivate 就把他叫醒 好 然後接下來看clerc clerc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睡覺嘛 沒事就先睡覺 然後直到被顧客叫起來 然後被叫起來之後 就開始要服務客人 當然有可能後面還會排一堆人 所以我們就serve直到沒有客人為止 所以他的loop就是這樣 然後queue idol的list跟busylist 全部都是class的variable 這第一個initialization 然後一樣他的最主要的loop也是這個run 然後 剛剛的sudo code講說 我一開始就要先睡覺嘛 所以yield passive itself 然後就開始睡覺了 然後直到 直到他被arrival叫起來 就是有任何一個arrival來的時候 才會被叫起來 那 這個他從idol remove然後變busy 然後這個loop是說我 有任何一個人在的話 我就會一直執行 直到沒有 queue裡面沒有任何東西為止 對 好這個是有一個客人 然後叫下一個客人 然後會計算他的service time 然後計算service time之後 我就會再suspend 然後這個之後就會到那個時間點 才會被執行到下一個這個24行 對 然後就結束這個客人的service 然後算這個是simulation的現在的時間 對 然後這個就是這樣 那simulation的mainloop呢 就是他我們在importsimpy的時候 有兩個 一個是simpy simulation 這個是正常的 跑得比較快 但是我們要做debug的時候 我們需要trace他所有的event的狀態 那我們就會用simpy simulation trace 這個 然後mainloop就是第一個說先做initialize 然後產生就是產生一個arrival 然後叫這個arrival activate 然後這一樣cleric activate 然後開始simulate 就這樣 睡著的比例不多很好 對然後 所以如果要用simpy寫descript event simulation的話 我大概就介紹到這裡 然後simulation是一個 讓我們去用比較便宜的方法去 研究實際上的物理的問題 那也許是網路也許是高速公路的建設 那simpy本身是一個process-oriented framework 它可以讓我們很容易寫simulation 而且還算蠻快的至少比simpy快 至少比sim-invents快很多 而且最重要是simpy是free 我們不需要花任何錢就可以買 去買它就可以用了 然後這是我的reference 這是一本書 這個寫的還蠻詳細的 然後還有ns3的simulator 還有這個discreet event simulation的course 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 大家可以起來了 好 謝謝各位